莫斯科城外,漫天的炮火正向苏军袭来,但这两个战地摄影师却站在欠豪内一动不动,他们既紧张又兴奋,这是他们首次上战场,哪怕是老兵冲到面前,提醒他们德军开始进攻了,他们也纹丝不动,结果悲剧放生了。 一场炮击下来,战士们伤亡惨重,能作战的士兵也寥寥无几,指挥员阿列克连忙叫醒被炸晕的士兵进入战斗岗位,稍微疏忽一点,他们可能就会永远留在这里。 不远处的德国喷火兵已经探出头了,空气中也逐渐传来了娇尸味,战士们见状,纷纷拔出刺刀检查弹药,迎接即将到来的恶战。 冲锋前,阿列克还特意嘱咐摄影师一定要藏好,千万不要乱跑,可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一声乌拉响彻阵地,战士们就发起了冲锋。 呆在摄像机后面的两人望着薄杀的镜头,怎么看都感觉不对,这要是拍好拿回去,指定会挨骂。 为了得到更好的效果,他们把摄像机挪出战壕,伸入险境,拍起了战士浴血奋战的画面,把危险完全抛至脑后。 而德国喷火兵就在前方不远处,稍微偏差一点,他们就会命丧此处,可还没等他们调整好机位,装好胶卷,一名德国士兵拿着枪就走了过来。 跑在一旁的士兵及时用铁丝勒住了他,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两人刚刚脱离险境,这边刚开机,安德烈又被一发弹片划伤了脑门,鲜血瞬间模糊了双眼。 一万事一他赶紧起来工作,可话音刚落,他就被一个德国士兵扑倒在地,死死地压在了下边。 手里的刺刀已经顶在了胸口上方,眼看就要坚持不住,他大声呼救,让安德烈赶紧救救自己。 关键时刻,还好阿列克出现,一枪毙了此人,这才救下他。 阿列克严厉批评了两人,让他们赶紧滚回后方,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随时都会丢掉小命,他可没空一边作战一边保护他们,可一万并不服气,毕竟他是斯大林派来的。 1941年,随着德国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大举进攻苏联,苏联全国立即进入到了战争状态,不过由于前期的准备不够充分, 在德国入侵四个月的时间后,苏联已经损失了将近一百万的军队,而且距离莫斯科也不过百公里,正是斯大林为了鼓舞士气,在城外炮火纷飞的情况下,依然如期地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并紧急召见了时任国家电影委员会主席的伊万·博尔沙科夫。 斯大林表示,不久后苏联将会发动全面反攻,为此他要求博尔沙科夫必须要在短时间内拍摄出一部彰显苏联可以绝对反击德国的电影,务必要真实,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 接受任务后,博尔沙科夫立即着手拍摄,不过由于战火清晰,苏联的电影场已经转移至后方一千公里处所在,莫斯科仅有一个新闻小组留下了,不过这并不影响电影的拍摄,博尔沙科夫组织人员深入到前线,采取实地取景,战场就是片场,士兵就是演员。 三十多人的制射小组,每天都会奔赴前线与士兵共同冲锋,并记录战场上发生的一切。 然后到了晚上,他们会带着几千米长的胶卷,回到莫斯科进行后期制作,伊万和安德烈就是三十个小组的一个,但他们两个人的性格却截然不同,伊万激进喜欢摆拍,用光鲜亮丽的镜头去展示士兵的美。 而安德烈稳重真实,他认为镜头应该多记录士兵朴实的样子,他们才是最美的人,是他们用生命守卫了莫斯科。 但伊万坚持要用学院派风格去完成电影拍摄,最后还是选择了男左女右站的整整齐齐的摆拍镜头。 但伊万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创造的艺术,回去后被领导骂了个狗血临头。 这根本不是艺术,也不是最高统帅想要的效果,那到底什么样的镜头才会真正的鼓舞人心呢? 安德烈深入到战地医院,用镜头瞄准了失去双腿,却依旧乐观的战士。 还有那些承受着生死离别,却又不得不坚持工作的医生。 当然,想要做到真正的鼓舞人心,少不了俘虏的镜头。 伊万选择拍摄那些已经被俘的德国士兵,而安德烈却来到前线,亲身感受了一下炮火的摧残。 为了得到俘虏眼睛里真实流露的恐惧,他还举着白旗去招降德军。 在他心里,这些士兵只不过被洗脑了而已,他们也是人,也有家。 当放下武器那一刻,他们就只是普通人。 可在押送俘虏返回的路上,他们遇到了德军飞机的袭击。 为了保命,他们赶紧丢下汽车,趴在雪地里。 本以为飞机进攻一波后就会离开,可哪想到居然又折返了回来。 安德烈发现不对后,赶紧放出所有俘虏,可还是晚了一步,已经有人被打死了。 等飞机走后,一名俘虏受不了被自己人追杀这个事实,瞬间精神失常,神经了。 他静止走向了德国方向,他想回家,一旁的老兵赶紧举枪想打死他。 伊万连忙阻止,本以为他善心大发,想救下此人的命。 可哪想到,他居然是想拍摄下这一幕,这可是难得的素材。 就在开枪的瞬间,安德烈扑倒了老兵,你没听见他在哭泣吗? 他只是想回家而已,但伊万可不这么想。 在他心里,这群德国鬼子就该死,他掏出配枪,先一步走到俘虏背后,一枪打死了他。 安德烈看着伊万枪杀俘虏的样子,以屁股坐在了雪地里,他不知道自己内心中坚持的正义是否正确了。 就在安德烈迷茫时,前方传来了噩耗,丧心病狂的德军袭击了这个小村子。 他们把村民吊死在了广场上。 安德烈看见后,想记录下德军残暴的一幕,他赶紧掏出证件说明理由,但是遭到了村民的拒绝。 一个老大娘拿着绳子狠狠地抽打他,让他赶紧离开。 可安德烈思考再三后,还是决定说服他们留下这一幕,让世人看清战争的残忍。 最后在他的坚持努力下,村民才同意了拍摄。 当这些镜头拿回总部后,连博尔沙科夫都不禁落下了眼泪。 随着战事推移,德军准备撤军了,他们也要去拍摄最后一组镜头了。 伊万为了获得更好的拍摄效果,他让士兵在镜头前摆拍,好展现出战士们英勇冲锋的一面。 可这是战场啊,子弹又不会长眼睛。 冲锋开始后,战士们还没跑出去三米远,就被一枪击中倒了下来。 看着死前还在道歉的士兵,伊万后悔了,他终于知道自己和安德烈之间的不同了。 士兵毕竟不是演员,战场也不是摄影棚。 无论你如何导演剧情的走向,意外总会先一步来临。 醒悟后的伊万不再一成不变地坚持自己的信念,而是把镜头对准了那些真正浴血奋战的人。 直到最后,用生命记录下了莫斯科反击战里最精彩的一幕。 一个半月后,工作基本完成了。 在三十个设置小组的配合下,莫斯科反击战于1942年2月18日在苏联电影院上映。 当时制作了800份副本,并在同一天发送到全国各地,再包括陆军团在内的其他各种礼堂展出。 其中一部分被送往美国、英国、伊朗和土耳其。 同年,这部电影获得了美国国家电影评论家协会的奖项,随后于1943年获得奥斯卡奖。 摄影师布尼莫维奇回忆道,每次开始前,我都要躺在雪地里,用羊皮大衣给相机取暖。 联合导演科佩林回忆道,深夜他们回到工作室,带着数千米无价的镜头回来,准备好第二天的装备。 查看完白天拍摄的材料,睡了大约一个小时的觉后,就要再次赶往前线。 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每个人都要认真起来。 时至今日,莫斯科反击战这部电影依然在影响着全球无数观众的心,可它背后拍摄的艰辛故事却无人知晓。 如果你对这段历史比较感兴趣,不妨看下这部俄罗斯最新电影《第一座奥斯卡》。 我是初遥,我们下期再见。